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录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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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张这个来跟我念 南摩不动如来 这里面有一个咒 这个咒字比较小 不过各位可能看不清楚 就拿这一张 各位画的这一张 这一张的背后 先从最背后一个叫 智慧流行咒念一下 这个咒有点长 但是非常的慈悲 这个智慧流行咒是做什么用的呢 就是说各位你到水边 水里面一定有很多鱼 动物小昆虫 你只要念这个咒 朝那个水吹七口气 那个水呢 只要鱼啊动物碰到这个水 喝到这个水 它最后一次做鱼 所以我们每次到水边 就会把水拿起来 念这个咒 吹口气 又把水倒回去 让水里面的众生 可以最后一次做鱼 然后现在要加持前面这些牛奶糖 那希望各位这个牛奶糖呢 就麻烦你各位以后将来自己买 也可以就要丢到草堆里面 那些草堆 帮助那些蚂蚁超度 你家有蟑螂不要一直杀它 对它好一点 蟑螂最喜欢吃羊鱼片 给它念念智慧流行咒给它吃 蟑螂舍抱以后就不做蟑螂 所以你家就没蟑螂 你要一直杀它 它只会投胎到你家来 你家里蟑螂会越来越多 哪一天投胎做你儿子 那你惨了 就来报仇了 所以各位呢 不要随便杀害生命 你越杀它 它越来投胎 因为生命有轮回的 它越找你麻烦 来我们来念这个咒 来智慧流行咒 好 右手拿出来 吹口气 然后现在手干净了 用你的手 然后就比到前面的糖果 花就把这个咒融进去 来 吹 这样会不会 各位要学哦 以后看到人家在吃肉 你就念好 一进去 就把他们一桌的肉先超度了 他们等于在吃素 特别念这些超度的咒 来再念一次 这一瓶水 千万人家吃 所以到水池旁边 就给他喷一下 喷一下海鲜店 我们广州深圳最多海鲜店 希望各位没事进去 就给他念一念 喷一喷 虽然你不吃海鲜 但至少这海鲜死了以后 不会再来投胎做海鲜了 所以各位呢 我们佛教的慈悲是普度众生 不是光对人 也不是光对鬼 也不是光对神 一切轮回众生 都要学各种方法来帮助他们 这就是学习佛法的目的 就在这个地方 来 第一个咒 智慧文殊菩萨咒 一样是 有没有看到 念一下 你要开智慧 你希望生生世世 口才好 外表庄严 菩提心不退 一大早 什么时候念最好 早上一起来 你就不会打瞌睡了 一醒来马上 开智慧 小朋友开智慧 要多念这个 智慧文殊菩萨行众 第二个各位会念 还念一下 第三个 尊圣佛母咒 非常的重要 你要超度第一轨道出身道 而且有人生病 你眼睛看着他 念这个咒 这个咒有一个特殊 就是透过你的眼睛 你眼睛看到哪里 这个尊圣佛母的力量就到哪里 所以这也是修眼睛 一个非常好的修行 念一下 那我们平常念咒心就好 来 女生要找到好归宿 念二十一遍 买一包盐 念二十一遍 吹口气 把这一包盐送到我们洪法师来 出家人就吃你这包盐 保证找到好归宿 尊圣佛母咒 这个尊圣佛母咒还有什么功德呢 你的先生不理你晚上都不回家 很简单 你去拿一件新的衣服念二十一遍 尊圣佛母咒吹口气在他衣服身上 他只要这衣服一穿上来就离不开你 尊圣佛母咒也是招感咒 招感咒 所以尊圣佛母有八只手 其中有一只手还拿着阿弥陀佛 他要把众生拉到极乐世界去 尊圣佛母 而且尊圣佛母麻烦各位到市场一定要念 已经死掉的鱼虾 刚刚讲的那个白芥菜籽或白米或是土 你就念尊圣佛母咒 或是水念完真圣佛母咒 撒在那些死掉的鱼或畜生身上 他们马上超度 不会再投胎这么痛苦的尊圣佛母咒的功德利益 再来绿度母心咒 观音菩萨的一颗眼泪 掉下来就成为绿度母 因为帮助众生 特别生病的人要念 一直观想绿色的在你生病的地方 把病消除掉 念一下 Ong Dale Dudale Dule Soha Ong Dale Dudale Dule Soha Ong Dale Dudale Dule Soha Soha 所以各位可以买得到CD 很多绿度母心咒 绿色的观音菩萨满众生愿 再来跳过来时间的关系 倒数第二个 财宝天王心咒 各位要发财吗 四个字背起来 有钱真好 一定要有钱 有钱做菩萨没有钱 你做什么菩萨 菩萨是从修福报来的 是有钱 有钱再有智慧再叫菩萨 福慧双胸 所以你为了要利益众生 帮助别人要发财 那你就要念这个 财宝天王心咒 他就是多文天王 世大天王 来念一下 Ong Beya Sawa Naye Soha Jana Side Hong Hong 那平常就念 Ong Beya Sawa Naye Soha 所以希望常念 你到人家店里买东西 都希望他们发财 来念一下 Ong Beya Sawa Naye So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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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各位发财 发财赶快互持弘法式 买大楼 盖电梯 买冷气 让大家多快乐 下回来各个住套房 都有洗手间 谁不来修行啊 所以你修佛教更要有福报 翻过来 翻过来 1 2 3 第四个咒 第四个 药师佛心咒 有没有看到 非常重要 药师佛消灾严寿 各位现在还在吃肉 还没办法吃素 就要念这个药师佛心咒 念一念 吹口气在肉上面 而且看到死掉的众生 鱼帮他念 他是活的 帮他念 药师佛心咒 吹口气 他也最后脱离 他也会脱离三二道 念一下 他也有足处想 是 神仿佛心咒 他也会脱离三道 潺口气 他也会脱离三道 他是个心灾严寿的 他也会脱离三道 没有属灾严寿的 你最后脱离三道 勇灾严寿的 他也会脱离三道 把五色线拿出来 吹口气在线里面 要是佛加持 然后再麻烦各位手拿出来 吹口气在前面的糖果 要是佛加持 然后让动物让众生吃到这个加持过的糖果 乃至味道 再来各位第二个咒语也很重要 我们除了念南无阿弥陀佛 更要念他的咒语 那个力量更大 念一下 On Ami De Wa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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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请看 第四 不动活心咒 很长很长 那是很重要 特别要超度死掉了 各位看到牌位就要念 但是我们以前有堕胎要念 这个小孩子可以超度 再来爱生气人更要念 因为不动活是修不生气而成就的佛 所以一望一来爱生气就念不动活心咒 就把它压掉了 而且念不动活心咒 我刚刚刚讲的面对太阳念 面对风念 面对水念 那个水风太阳都可以帮助众生消灭 这个咒很重要 跟我念一次 那么 因为我们在那里面的阿处如来 那各位慢慢背 背快了就背起来 很快的把它背起来 但是很慈悲啊 这个声音所到的地方都能够立以众胜 不动活心咒 所以今天我讲不完了 后面还有几个问题我很快回答 好不好 第一个问题 他说师父你讲的还不错 但是刚刚你说 要让那只狗快一点死 那么这样就可以超度 早离二道 那么用来吃掉的牛鸡狗 我们不是也让它早一点死吗 我们杀掉它不是让它超度吗 各位 被你杀死了不是超度 是恨是仇 我们讲的是帮它念佛持咒 让它无病而终脱离死亡 永远不会再轮回 你吃它你就跟它结二元 生生世世找你报仇 开车撞你 生在你的身上 叫癌细胞负你的仇 所以各位不要杀生 这是佛教的第一个最重要的 第二个 他说大家常说生命无常生老病死 一个生命离开 离开对于人活在世间的人 是很痛苦的事情 那么很无奈 没有一点办法 我们我个人就是放不下 让很担心 不知道母亲在另外一个世界过得怎么样 想帮助她来世 不要这么痛苦 可以得到幸福 什么样方法 各位那 就要学地藏王菩萨这样 照佛像念佛 做功德回向给妈妈 妈妈一定超度 放生加念佛 但是佛要我们不是光自私的超度 自己的妈妈 也因为我们的妈妈受苦 我们才知道无量无边的众生也都在受苦 所以为我们的妈妈发起一个地藏菩萨的菩提心 那是最大的功德 所以希望把众生都当作亲自的妈妈 这才是最高的 很快 快下课了 师父你认为出家是一种解脱幸福 但是如果世界上的人都出家 那谁给我们衣食住行啊 很多人问佛陀这个问题 佛陀说好耶 如果大家都出家的话 这个世界的树上就会自动长出衣服水果 山河大地 没有台风 没有地震 就变成那个世界 因为大家都不造业了 这个世界就没有灾难 花草树木 而且寿命会变成很长 人的寿命最高可以到八万四千岁 所以就等着你来出家 这个世界多了一个功德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就不要烦恼 那各位有发 这张有没有拿到啊 这个座还有一个功德 希望各位做 如果你在路边真的看到人家撞死了 病死了 乃至动物死了 麻烦你把这个座贴在他的头上 他就会脱离山河道 乃至往生净土 哦 有菩萨听我这样讲 晚上睡觉都贴着 有信心 有信心 来 翻过来这个座 翻过来这个座叫 自聚如来心破地狱咒 这个咒是透过声音而消除众生 你只要有声音的地方把它贴这个咒 喇叭 手机 电话 电视 只要出声音 那么这个咒就功德就出去 叫自聚如来心破地狱 连地狱都打破 何况世间的业障 所以各位带在身上 因为你会讲话 你会心脏碰碰碰碰碰碰碰 然后你连你骂人都在做功德 你只要出声音 所以这张就各位带在身上 各位将来自己多印发给别人 好不好 这个比美金还重要 可以救人生命 好 那这里面我再讲一下 他说师父你开示的令我感触良多 但是你所提到的 诸如家庭是束缚 感情是牵绊等等的痛苦 是我们这些在下局势 当前必须面对的 请你开示该如何积极面对呢 来 佛陀讲一句话 念下来 与空相应 与空相应 空不是叫你不要 不执着 我很有感情 但是我不执着感情 你就不会痛苦 你很有钱 但是不要做钱的努力 赚钱的目的 是要孝养父母 照顾家庭利益重生 而不要做钱的努力 这个叫空 你可以爱你的先生 你可以好好爱你的太太 但是万一哪一天 姻缘到了双方离婚 或是怎么样 你就放下吧 不执着 执着就苦 重点是这样 你不执着的心态 去面对这个 你的家庭变西方极客世界 你一执着 你家里变监狱 你老公没事就打电话 你在哪里啊 晚上要睡觉 摇起来 你爱我吗 你烦不烦啊 打麻将打麻将 你一直电话吵 他打输了回去还中你 他既然打麻将 你就让他好好打嘛 你就家里念 你这样摆杯啊 小碗那也说好 财宝天 我希望你赚钱 我拿着钱 我拿来护持三宝 对不对 你尽量打吧 你不执着 但是你要管他 抓他 控制他 抓死他 那你就痛苦了 佛教讲的是 你可以去爱 但是你要有智慧的爱 不然感情变成束缚 家庭变成监狱 这样是不是 你要懂的这些 那你感情变成你的快乐 多好啊 所以应该是如此 再来 戒律帮助人修定的时候 是不是限制人性 或者说 不尊重人的本能的权利 或者生命 各位不能这样讲 你让这个流浪狗天天交配 弄了一大堆小流浪狗 那不好 所以 所以我们 人跟人之间 你不能乱搞的 所以道德的生活 至少夫妻关系 不邪淫 这是道德的生活 哪一天你能够超越 哪里的欲望 那多自在 修禅定就是 你可以控制你的心 你说你这个人爱生气 你不修禅定 怎么控制你的生气呢 所以有戒律做基督 进一步修禅定 叫戒定 然后再来有智慧就可以解脱 叫戒定会 所以修禅定 各位 真正的力量 来自于不要乱动 各位 身体要健康多运动 心理要健康 不要乱动 就像大哥大手机充电一样 你才会有电 对不对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不要乱动 不是说不动 其实不要动乱的 要动好的 念阿弥陀佛 念大悲咒 念心经 了解吗 这个是以清静心 因无所助而生其心 不是叫你不要动 这样啊 动在好的 不要动不好的 像各位 这几天在这边多清静 对不对 你回家又看电视 有电动玩具 又有的没有的 那心理会乱掉 修禅定 就把心定在好的地方 再来 他说畜生 生下来就是给人吃的 谁规定 如果不吃 他们怎么找的超度呢 可是佛教又提倡猝死 这是什么问题 各位 你今天得癌症 我把你杀掉 你快不快乐 你最后一口气 你要活啊 每一个生命 都想要追求幸福快乐 不要把自己的生命的快乐 建立在其他生命的痛苦上面 你杀他 他将来就杀你 生命会轮回的 而且会造成病苦 世界灾难 所以各位呢 你今天还在吃肉 但是要有惭愧心啊 但是至少不要吃活的 要吃之前帮他念的 到底要老公 别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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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不会念 再不会就 念一念 吹口气 才有惭愧心吃 但是不要觉得 肉是给人家吃的 这是不对的 对不对 猪说 谁叫你叫我猪的 他也过得很快了 他尾巴也多美啊 母羊养了小羊 小羊都快乐啊 你把小羊抓走 母羊就自杀而死 残破掉而死掉 他们很重感情的了 所以各位要了解 众生都是平等 众生皆有佛性 再来 海涛法师 你现在是属于 显密双修吗 这算不算杂修呢 各位 修行一门深入 就针对你的大悲心 其他都是帮助你的 我们中国佛教一直以来 都是圆满的 玄密双修 所以我们要念 任元座 大悲咒 十小座这样 三层佛号 接下来就是要念咒语 只是我们这个咒语呢 在唐密以后 慢慢有一点失传了 但是在日本的东密 还有保留 在我们中国的西藏 还保留了这个传承 还不错 但是我们各位念的 大悲咒都有传承 你只要来寺庙 跟老和尚念过 都是传承 所以这个不叫杂修 心乱才叫杂 又要念佛 又要打麻将 要杂修了 我们修行就是修行 不管你念什么都好 只要帮助你的心 再来 基督教讲求宽容 平等博爱 请问跟佛教有什么区别 这个是好的 只是他的博爱的对象 不圆满 了解吗 他的博爱是人要爱 动物要杀 我们佛教没有 我们佛教没有魔 真正的魔 你的心才是魔 但是其他宗教 还有所谓 这个是神 那个是魔 这样 他有这种对立的 这种极权的 对立的思想 所以我们中国人最适合佛教 佛教是包容的 圆融的 爱护世界的 所以中国佛教要是发展起来 世界和平 我们现在中国要救世界 因为中国是佛教的根源地 现在大乘佛教在我们中国 但是西方国家 天天没事就是打仗 造成对立跟暴力 这是不圆满的 所以我想我们中国人 是最勤劳的 最有智慧的 那现在我们佛教慢慢地 这样发展社会的祥和 但是各位所修的功德 每天要记得回向给国家领导 政府官员 市长 回向给他们 他们就越回向越有福报 越有智慧 那大家就越圆满 再来 家里中有白蚂蚁怎么办 白蚂蚁 黑蚂蚁 红蚂蚁 都是蚂蚁 那什么意思 这都是你的父母祖先来投胎的 你要这样想 对他好一点 天天没事给他念大辈子 给他东西吃 他死了就不来了 就剪脱了 但是无论如何不能杀掉他 杀是一种报复 一种复仇 这是不对的 下来 为何要见到大善知识之前 总要历经种种的责难魔障 我想修行最主要是各位要亲近好的老师 好的老师 那在我们修行帮助我们离苦得乐 乃是一个很好的典范 我们佛教叫善知识 那有这个善知识呢 你就有一个学习的典范 就不会走错路 而且很容易震得空性 不退菩提心 所以善知识是成佛的一个基本 如果你自己修行没有一个老师 那你就会用个人的想法 甚至呢错误的想法 那善知识就可以提醒你哪里对哪里错 只是我们要依止善知识之前呢 要经过一段的观察 所以我想你就像登山 到山顶才能够看到佛一样 中间就有一些磨难 一些障碍 这也是应该 但是也显得善知识的可贵 所以我们用生命的依止善知识 来学习 你要把你的师父当作是佛一样 所以各位本患大舍上是不是佛啊 是 他摸个头什么都好了 你要有这个信心 然后想到他你就会很快乐 他在给我们开始 要这样想 再来 居士念咒语会不会 会不会 后面这个字我不懂 居士念咒语会不会灵 是不是 各位 黄金谁丢在地上谁都要抢的 不分出家人在家人丢 好 我想念咒语最主要是要有一个发心 要有一个菩提心 要守纪律 那咒语就很有用 如果你念咒语是一个自私的心 不正确的心态 反而会伤害你 那咒语的力量是很大的 所以供养 念谱供养都可以吗 以什么咒为主修 我想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主修的一个咒语 大部分我们中国人 像我的主修是 我的本尊 什么叫本尊 就是你心本来的面目 先创造一个形象 让你的心将来跟它一样 所以我们中国人的本尊 大部分都是观音菩萨 比较有缘 那各位就多念 其他我看不懂的 就跳过去吧 他说他儿子今年七岁 从七年开始至现在 就想要让儿子出家 但是孩子的爸爸妈妈奶奶都不赞成 请师父开示 在什么样的顺缘让儿子出家 第一个你要尊重你儿子的意思 不是把他丢去出家 出家一定过去是种了出家的因 这辈子才会出家 你过去是没有种出家的因 你这辈子出家也没有快乐 过去是有种这个因 现在还有这个缘可以 当然各位以后有什么事情啊 你自己做不到 你要祈求佛菩萨 你要把佛菩萨当作真的跟他讲话 跟他讲话 你要观想 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在你的面前 哇 时间超过来 怎么办 好吧 他说师父那么多咒 麻烦耶 我念一句奥秘陀佛可不可以啊 当然可以啊 只是各位功德要圆满 万德要庄严 你光念奥秘陀佛没有念咒 消不了业障 所以我们念奥秘陀经念完 一定要念三遍 往生咒净除业障 所以我想 当然如果你实在不会念 你很自诚自信 念奥秘陀佛还是有功德的 还是圆满的 我想最主要是信心 但是你要帮助各种不一样 像刚刚唱歌好不好听啊 唱歌也可以读种 所以说法门有多种 有些人适合念佛 有些人喜欢持咒 有些人喜欢诵经 但是各位如果你要做菩萨 名字 佛的名字代表佛的身体 佛的经典代表佛的嘴巴 佛的咒代表佛的心 你要统统圆满是最好的 深口意 好 他说大悲咒任言咒 如果是在网上学的 没有传承功德一样 事实上咒你只要把它念出来 都有功德 至于要传承呢 传承是因为你要修本尊 比如说这个咒你要怎么观 像六四大名咒有六个字 六个元寿 那你要观莲花 种子字 观音菩萨 微笑发光 融入你 那你就要得到一个传承 就是教你怎么样去做观想 你要传承 但是如果我们单纯的只是嘴巴念 希望别人好 还是有力量的 所以这个没关系 至于任言咒大悲咒 如果你真的很执着传承 那你就到寺庙来参加一支找课 就有点完了 因为寺庙的每一位法师 都是一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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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传下来 这些咒语 再来 法师你刚刚说佛教里面没有魔 那为什么经典里面讲的push是什么 当然这个叫外魔 佛教里面有烦恼魔 天子魔 死魔 这些魔 但是佛教的魔 他只认为 魔想要掌控别人 那么但是呢 如果你的内心里面超越了欲望 魔就没办法去伤害你 但是佛教绝对不对立 说其他的人是在攻击我 永远的对立 佛教是一个空性平等的宗教 所以不太喜欢谈这种对立的 事实上魔王颇寻 后来都成为佛陀的护法 所以我们中国人叫得众鬼神亲 一个人有了一个很好的道德 连鬼神都会护士你 所以就不会有这个魔的观念 但是事实上是有这些 焉亲在主这些魔在障碍我们修行 是有 但是你只要以纯正的发心 魔就伤不了你 但是如果你的心有问题 魔入你的心你就完蛋了 有些人会琢磨 有些人思想会怪怪的 我们出家人琢磨以后 会想要吃肉 会想要结婚 他认为这是对的 他叫魔攻心 那没办法 睡攻身体 鬼鬼睡睡的睡 生病来自也是一种鬼神 但是他鬼鬼睡睡攻身体 魔攻心的意思 再来 心是佛 然后佛向心中求 佛世界是否存在在人的心中 是否是一种精神境界 那现在是末法 人类世界会灭亡 那是不是还有佛的世界 各位 佛的世界 他方世界 像西方极的世界 东方阿处佛境 永远的存在 他们有他们的因缘 但只是说 佛教在你的心里面 如果你能够存到佛的心 你就跟那个世界相应感应 所以外面的佛世界 是百分之一百存在的 但是这个存在是 希望引导到你的内心里面 你只要有个清静心 慈悲心 那你就跟这个世界相应 的意思就像 各位的手机 只要打开 真的打开 就外面的卫星频道 你就可以接上线了 就可以自由应用了 所以你的本身有这个因 外面是个圆 这两个祝福 如果你本身不是木材 外面的火对你是没有用了 所以你本身的木材 有可以烧火的因 外面的火来帮助你 也把你自己烧起来 所以我们现在还没有成佛 所以要念的外在的佛 来找出来勾招 就像磁铁 很强的磁铁 把我们这个没有磁性的铁 把我们的磁性给把它拉出来 所以你去慈悲的时候 你去念佛的时候 就很容易把你的佛性给感召出来 像各位在放生的时候 你就是佛 像各位在忍入原谅别人的时候 你就是佛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用的是佛性 所以慈悲即佛 慈悲即观音 慈悲见如来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随时保持的那个情况 并不是一个虚幻的世界 真的有佛存在 我们现在念阿弥陀佛 他就在了 只是因为你的业障 我们的烦恼业障 看不到他 但是阿弥陀佛随时 在你入定 很清静心的时候 闪 你可以看得见 佛菩萨不可思议 对于神通 对于神机地狱 本人从来没有见过 所以对佛学的一些东西 就有迷惑 请问这种怀疑态度 是否以西方科学要求的 怀疑求证的态度 一样的正确 如果有时候怀疑 是否会造成对佛的不敬 怀疑是一种烦恼 也是一种修行的障碍 所以佛教的信仰 是要透过 像我们今天这样上课 各位看书 它是一种合理的生命 真理 原来是如此 所以有了一个信仰 就不用怀疑了 阿弥陀佛真实的存在 善有善报 夜报轮回 是真实的存在 透过 但是一个人会怀疑 也是一个障碍 就是过去喝酒太多 喝酒太多的人 会有知见上的问题 他不容易接受 那有善根的人 他从小生出来 他就会生信 这是真实的 六道轮回是真的 极乐世界观音菩萨是真的 这个就是有素式的善根才行 所以我们会怀疑的人 各位就要多拜佛 多拜佛 把自己的傲慢心 怀疑态度去掉 增加自己的信心 所以为了要让自己有信心 持咒也是个方法 咒就是可以加持你的心 好吧 好 我就回到了这个地方 有一个人问我说 师父你儿子现在怎么办 你打算让他出家吗 这跟我没关系 我认为这个是他的因缘 当然我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出家做菩萨 不是关我儿子 如果我一执着的话 那我就痛苦了 所以我们既然出家了 就要放得下 所以女生我跟各位讲 女生出家一定离开他老公没问题 离不开他儿子 离不开他女儿 出家不是关于离开你先生 还要离开放得下你的儿女才行的 但是出家永远不能放下父母 各位记住这句话 爸爸妈妈永远是你要孝顺 恭敬供养的对象 爸爸妈妈带来出家都没关系 但是不能我出家以后 不要爸爸妈妈你身上有钱 爸爸妈妈没钱 你要把你的钱给爸爸妈妈用 但是其他都可以舍 爸爸妈妈不能舍 我们出家是因为真正的孝顺父母而出家 但是对于世间的这种感情呢 你就必须要放下 好 我们今天最后一个问题 两个 我们割青菜也算杀了青菜的生长怎么办 这个植物叫无情生命 所以他没有痛跟不痛 所以不叫杀生 但是话要讲回来 一棵大树里面会负着树神 你要砍它之前一定要先跟它讲 像我们寺庙里面的花草树 都有负着鬼神或护法神 因为他们也要离苦得乐 所以我们出家人不会随便把它折掉 但是不是说花是个生命 它是无情生命 没有情事所以没有痛苦 不算杀生 只是各位在吃树的时候 因为这个树食要长得很好 它们就要放农药杀死一些昆虫 所以我们在吃树的时候 一样会念解毒咒 各位念一下 Sambalai Cheto Sambalai Cheto Sambalai Cheto 被很多 但是各位你要常肚子痛的人 念一念再吃就不会肚子痛 就把那些毒都给去掉 毒都给去掉 好 我们来回向 来 对不起 超过时间 跟我念 各位每一次做什么功德以后 一定要回向 回向不是回向你爸爸妈妈 而是回向整个世界的众生 大家都成佛 将功德变成千百万倍 然后再回向我们要回向的对象 来 愿于此功德 愿于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我等于众生 皆共臣佛道 再来回向现世的人 愿于此功德 愿于此功德 回向本患大和尚 身心自在 一切长老法师 一切长老法师 身心自在 回向国家领导 文武百官 校长老师 医生护士 一切社会工作者 身心自在 所作如意 所作如意 回向家中长辈 回向家中长辈 现世父母 六亲眷属 一切病苦者 一切业障者 好 各位 我现在念药师咒 那各位观想就好 蓝色的光 照在你要回向的 兄弟姐妹 儿子 先生 爸爸妈妈 生病的人 乃至你恨的人 你都要以这种 原谅他的蓝色的光 还愿他快乐 我来念 各位观想就好 你要回向的对象 愿消三藏 祝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普愿罪障 稀消除 世事常行 普少道 再来要回向往生众生 愿一次功德 回向一切三恶道众生 一切往生众生 你信什么 你要自己念 个人堂上 成事 历代祖先 七世父母 过去所杀 所吃众生 一切被堕胎胎了 被屠杀众生 意外死亡众生等 好 各位现在要想着 你往生的亲戚朋友 乃至 你过去吃了很多虾子 你要看到 他们都坐在莲花上 离开了 你吃了很多螃蟹 现在脚已经开始痛了 螃蟹 快超度 我来念咒 各位观想就好 孩子是 得 Tan 这 我们 他 他们 我想 那么 我们 我们 各位心中也发一个善愿 一个很好的愿 你愿做菩萨 你愿发财 你愿自己能来世辩才无碍 如何如何愿我们的父母 健康来自他们也懂得佛法 你自己默默的发愿 好 跟我念一个成就所愿的咒语 念一下 dayata banjanjaya avaboda niye shoha dayata banjanjaya avaboda niye shoha dayata banjanjaya avaboda 你也说 好 谢谢我们法师 各位义工菩萨 谢谢大家 对不起 超过时间 阿弥陀佛 这个堂 等一下再发发 一人发个两三颗 然后希望各位多布施 好 希望有那么一天 希望有那么一天 彌陀在每个人的心间 时间不会再有震抖 江湖不会再灭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